來到最後五強 我們也有一個小小的Q&A環節 在一個最後的機會 給我們一班的評審 去看看到底哪一個 值得擁有冠壓貴君的終極獎項 好了,馬上進入我們 五強的考驗環節 一會兒我會問 一條的問題 然後聽到你們 要五位輪流 發自內心去作答 大家答的都是同一條問題 好,有請我們第一位 五強的佳麗 首先邀請欣喬 好,首先交咪咪給欣喬 大家聽著,問題也是一樣的 現在恭喜五位成功 晉身成為五強 如果要你選 兩個未能夠入選 五強的人 入這五強,你會選哪兩個呢? 也會選哪兩個 要離開這五強嗎? 首先呢 我覺得其實我們五位 都非常之優秀的 甚至其實我們其餘的 九位其實都非常之優秀 如果要選兩位 是未能夠入選五強的話 那我第一位呢 就會選哪Joyce的二號 那首先其實她是一位 非常之優秀的企業家 那在商業方面 已經發展得非常之 所以我認為她可以在商業方面 發展得更加好 那就不需要在選美比賽中 入到五強 都可以獲得這麼大的成就 而第二位呢 在未能夠入選的佳麗呢 我就會選十五號 Karen 因為以我所知 跟她相處了一段時間 其實她都是一個非常之勤力 和一位優秀的演員 和沒有趣的 而且她在參選的期間 其實她是不斷地練舞 排舞 甚至要表演比賽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她可以同步地進行 是非常之優秀 我亦都很欣賞 所以其實我在做這兩位的佳麗 是未能夠入選的五號 即是Joyce和Karen 什麼都有了 什麼都贊了 不要跟我爭了 真的跟她爭 那兩位進不到 但又想去入場的佳麗呢 妳要選哪兩位呢 我會選Kienna 8號 因為她是一個非常之 強的女生 還有其實她是 兼顧企業家的一位女士 我都很欣賞她 而且她有色彈古增 是一位內外兼備的女士 我會選Kienna 另一位呢 我會選Mari 因為她是一個兼顧家庭和事業的女性 是很代表到我們香港的女性去踏上這個國際舞台 我會選這兩位的佳麗 好的 但是 有點雙重標準 兩個都是企業家 但她就 開售換者 對 你呢 你呢 好 第一 我講中英 我們可以分享 全國語言 我是和Jojo很友善 但這是一個競爭 我知道她很強 她又很talented 又很漂亮 所以她是我的競爭 所以我會選擇Jojo 然後代替她 Mersedes 因為我覺得Mersedes今晚都做得很好 表演得很好 而且我覺得她也有環球小姐的功能 希望 對 那是我的答案 謝謝大家 謝謝Juillette 你選了自己的Best Friend 我們不如自己 Best Friend又回應一下 馬上問一下 是Jojo 你又會選哪位 換走她 然後選哪位 你會選哪位 你會選擇 完全沒有Hard Feelings 不用擔心 我會選擇 其實我的答案 就算是我先回答 都會非常相似 因為 好像Juillette所說 雖然我總覺得 友誼第一 我可以在這個比賽中 認識到她 她真的很開心 她也教了我很多東西 但始終是一個比賽 她也是支持香港小姐 一個非常之強的對手 所以 沒辦法之下 我也會 replace 你 對不起 我其實會選5號的Jocelyn 去replace 7號的Juillette 因為其實我看到5號的Jocelyn 在這個月間 經常都要兩岸 不停很勤力地拍劇 但每一次的排列 她都準時出席 真是非常豪華 她兩樣都堅固得很好 我真是很興奮 所以 如果可以換一個人 我會選擇5號的Jocelyn 去加入我們5強 謝謝大家 謝謝Jocelyn 這樣聽我 總之就是堅固堅固 Jocelyn堅固多了 就好像在嘉禮門心中 會有多點分 OK 那我交個麥克風給Joyce 2號的Joyce 剛才有人說 要換走你 不知道你心目中要換走人是哪個 首先回答這個問題 假設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這麼遺憾地 真的要請我們其中一位 委託5號的佳麗 去我們的佳麗隊 我可能很遺憾地 真的要說 我會選Julian 因為其實我覺得Julian 首先她有很豐富的選擇經驗 我相信就算在外面的世界 她都可以發光發亮 或者有一天 你可以和我們做更多的Coaching 或者真的搞多個 Miss Universe 2.0 邀請我們16位佳麗在台上 一起發光發亮 如果我要邀請台下的佳麗 其中一位想來台上 加入我們Top5 我想我會選Mari 因為眾所周知 Mari也是一個家庭 和事業量兼顧的人 如果有一天 我們exaggerate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不幸地 在這個荒島上降落 我相信有Mari 我們也是非常安全 非常全能 非常開心 謝謝 謝謝Julian 很大膽 走前輩的話 這時候麻煩大家 給我們最後 Karen 如果讓我選擇 我們其中一位被淘汰 我會選擇 欣翹 首先 我很欣賞你 而且我覺得你的性格很甜蜜 很可人 而且她也給了很多鼓勵 和支持我 因為她也知道我之前 其實上一星期 我有一個跳舞的表演 我再兩天 其實我也很勤力 兩邊走 她有很大的鼓勵 而且她也有很多說話 去安慰我 所以 我知道 如果我要淘汰你 你是不會生氣我的 對 I love you too 如果要再選擇 台下的佳麗 入我們五強 我會選擇 一號的Jasmine 因為其實她是整個Show 第一個出場的佳麗 其實我一直都看到她 是非常努力 很勤力 而且我看到她也有 超級大的進步 她的勇氣 和她的淡定 都是很值得給大家欣賞的 謝謝 Thank you Thank you 我覺得她們 看得出其實她的感情 非常好 對 當然因為始終 決定權就不在她手上 在我們平時不手上 這個純粹是一個 有情達考驗 希望評審在這個 最後五強的分享裡面 都選擇了你們的最後答案